情人節 台北花市買氣超級夯 光是這一週平日五天 就銷售一萬三千多把玫瑰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三成 而加上各商場在節日前辦活動 明年還敵逢總統立委選舉 也帶動相關的花卉價格 玫瑰的均價比去年成長約兩成 週末假日民眾一早逛台北花市 下週二就是七夕情人節了 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玫瑰花 令人賞心悅目 根據統計這週平日五天 玫瑰交易量1.3萬把 較去年同期多三成 代表不受先前下雨影響 供應量充足 不過因應節氣玫瑰花的價格 也有波動 紅色跟白色 大概600吧 大概每個禮拜都會來 節慶會比較貴一點 也是差不多一到兩成 花石業者表示 賣最好的冠軍是 鮮紅色的翡翠紅玫瑰 第二名是俗稱草莓牛奶的愛麗絲 粉白色十分夢幻 第三名則是西藏白 散發高貴氛圍 也是合搭配其他花草 像是配花部分需求量也跟著大增 滿天心從150元 漲到180元一把 油加力則維持約 100到150元一把價格 跟去年價格其實差不多 然後只是買氣可能比去年稍微好一些些 買氣就大概三到四天比較好 商機有大概一半吧 五六成 國產玫瑰批發價每把二十支約兩百到七百元 進口玫瑰價格每把二十支約八百到一千元 但實際的交易價格會受品質品種長度及色系不同而各有差異 加上明年初要大選各種活動開跑 帶動需求玫瑰整體價格比去年約貴兩成左右 這有黃天耀楊松電台北報導